台湾学院 好感觉我也改变台湾的名文 那在里面太多人拿到好看的 为他没提到的台湾人民 一般的基层 那么刚刚讲这个丁远超这个事情 那敏凤公连战已经 你刚刚已经后来没有接叙说 已经怎样 不是啊 他这两岸影响力比较小 小了嘛 因为董老师也有讲嘛 就说因为他已经开始 他台北市 连胜文台北上也没有选上 那两岸的新生代国民党已经 那我们未来要压谁 不是说我们啊 你应该爆牌吗 爆名牌 对啊对啊 因为已经是连战一枝独秀嘛 应该压朱立伦 朱立伦 朱立伦应该是 朱立伦 你看那个国台办主任刘协议上来之后 第一个见的就是朱立伦 对啊 对 他们对朱立伦还是寄予厚望 那当然本来是柯文哲 但是柯文哲目前看起来 好像第一个他的两面性 我觉得也让中共担心 他的这种 摇来摇去的 第二个就是说 柯文哲终究是一个不是一个 中共可以就是 预估未来的人 我确定性 我确定性很高 而且这种网路的声势 有时候忽然起来 就忽然下去 像柯文哲现在就如此 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较看的 还是朱立伦 丁眼超 你看就是说 其实他真的可以算是连加的加成 对 他早期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 做很久 是 96年的时候 到了那个总统府的公共事务 是当成副主任 99年当副总统办公室主任 那一路跟着这个连载 所以说 我觉得 如果他们两个 现在这样分裂的话 让我有点想到 那个张显耀跟马英九 那就是本来是 这个彼此 关系非常的密切 这个可以说 后来这个肝胆相照 而变成肝胆剧烈 对 丁眼超的 跟连载关系 更胜于 更胜于 对 我觉得丁眼超会不会出来爆料 因为我觉得他对连加的 大大小小的事情 实际上是辽若之障 那我看起来他目前 他是觉得 他说有人打击我 他说有人打击我 但是这是不是最有此事 我们不知道 是很有可能 因为很多人真的 拿到连载的招牌 再去中国 是无往不利的 而且你很多台商 特别台商发生纠纷的时候 如果有拿到这个连载的 这个相关的这些关系的话 那就不一样 所以丁眼超 他说有没有可能用这个方式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投资 这个我们不晓得 这是有可能 不过我会觉得说丁眼超他现在一直喊冤 所以到最后他会不会 有可能揭露一些事实 那才是最精彩的 但是我必须要讲 的确连战 我说我参加华 我感觉如果是对我们十八年的人 你发现他有问题 你要叫他走路 我觉得方式都不会那么直接 那么难看 对啊 对不对 对 我们会跟他说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正记在这里 这是我的举例 正记在这里 好 那 我们会合作到这里 我就说你退休 不然就说你要回去照顾妈妈 对不对 父母亲大了嘛 不然就说你身体不好 有那么多好的理由嘛 让你有一条路走嘛 不要撕破脸嘛 竟然直接叫他走人 对啊 你应该叫他在医院再多住几天 对 就是说他有什么 对 然后要治疗 然后多休息几个月 这样子嘛 不要顺其自然 大家也会相信啊 那人家才马上出院 就赶回来上班 那你就给他说你滚吧 对 那这样大家觉得说 你真的也是太 太无情了 而且如果你证据 要嘛就是一个无情 要嘛一个就是说 他真的犯了什么天条大罪之类的 对 猜测的啦 对 这种对人家来讲算是天条大罪嘛 我 好啦 不晓得 其实你看那个像那个徐立的 他之前也是跟着 也是连战系统 到底在中国开医院 所以这种投资 我是觉得只要不违法 其实就是说 也就没有什么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是真的 这个因素是可以值得商榷 可以再调杀 但是就是说 如果真的确实有歧视 而且犯了这个连家的大忌 那你就把资料拿出来嘛 那我觉得丁尔超 皮下摸摸摸看就回家啦 对 可是他为什么今天还跑出来 一直感觉是他好像心有怨队 甚至就是有人要攻击我 怎么样 那我就觉得可能案情并不是那么单纯 是 对 那而且郭树春的确是 也是连在非常好的情形 对 那这种这么 那一位大臣 其实真的 如果他哪一天 把一些事情走出来 我觉得对连在其实真的会很伤 那我可不可以再请教美美 或者是哪一位 就是被中国所信任的 台湾所谓的代理人 对你的幸福兵 到底有什么好看 人家吃大大肉 我也吃肉油 不是这样子吗 我在想 会不会是说 以连在来讲 就说 既然是打着我的名义 那就是应该我来分配 我可以分配给你肉油 可是你怎么可以背着我 拿着我的名义 去拿好处呢 我觉得也许 也许是连在的心态是如此 但是就说 之前在胡锦涛时代 连在那个真的是不可一世 我们真的是听到 好多好多的传闻 特别是在土地方面 我听到好多 都是蛮精华地段的 那么甚至于就是说 连赞的介绍还可以 就是非常的有价值 那他真的是 当初大家看到的第一买办 只是说到习近平时代 他是完全挥别这个形式 太阳花血运不是刚好适得其反 所以他就入导入户入新 直接就挖我们台湾人民 挖我们年轻人 就直接用 过去是这样子好了 如果要代理商的话 现在他直接开直营店 你不觉得现在习近平的操作手法就是这样 觉得吴敦义你怎么 之前跟我讲一中各表 反台独不够坚强 所以你看他行前会议 赶快把郝龙斌找来干什么 我都在怀疑郝龙斌讲说 吴敦义不是先讲说 两岸终极就是要统一 这是讲给北京听的嘛 然后为什么郝龙斌又加码说两岸一家人 那会不会又是吴敦义交的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要禁逐光爱的眼神 因为我们刚刚就讲 北京其实看好朱立伦的 然后万一有两个太阳怎么办呢 国民党要再起的话 他们一定有个思维 他们会有个思维就是说 我要跟绿营竞争中间这块 中间经济选民 那朱立伦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得到 北京青睐的眼光 那吴敦义我们大概都知道 他选党准备 你他不是说柯文哲 要对就要对柯文哲 以北京刚开始 柯文哲是这样 在今年就绿科没有分手之前 期货可居 期货可居 那如果说对于柯文哲 就要看11月24号的结果 如果11月24号的结果 柯文哲是落选了 那我想中共以中共这么现实 而且这种利益的计算 他也不会再继续柯文哲 但是要看柯文哲 可是他会选总统 那要看柯文哲落选 是落选第二名还是第三名 不过是第三名 消风气 老实说以中共的现实 大概懒得投资他多少 但是他如果是第二名落选 而且票还不难看 不难看只差一点点 为什么不 我甚至都帮柯文哲 想好了下一步路 他干脆就怎样你知道吗 早送处于靠航最快 连年署都不要 我觉得他如果落选 那个行情就真的是大减价 但是他直接出来搅局了 而且宋楚瑜在中国 现在已经是没有行情的人了 因为他自从 就是说他的立场 又跟连在不是很一样 他在台湾内部 他又跟绿营走得有比较近 就做总统执政 然后帮蔡文处理两岸的问题 所以中共方面对于宋楚瑜的好感 并不是等于连战这些人 你说连战是从头到尾 即使现在行情比较弱 但是因为中共的传统上面 他们有比较会怀旧 比较会尊重 所以在两岸上面 他破冰的 20105年是破冰 所以连在还是有 在中共上面有一些尊敬 我请教易中老师 因为你对少年人了解 那少年人现在对什么 海峡论坛 等同国共论坛 郝龙斌 带八千的人 接受落地招待 像这些事情 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感受是这样的 我觉得中共也是真聰明 就是我们刚才讨论就是 他以前就是 他统错人 其实所谓的挑战 统一就是交朋友 统一战战就是一个交朋友的概念 过去就是说 他以为台湾这些政治上 很有声望的 比如说连加系统 事实上连加是把国民党丢掉的 最大的根源 2000年选一次丢掉国民党 2004年连宋和又丢掉一次国民党 到了他自己爸爸丢掉还不够 到了2014年他儿子也出来选 然后再把台北市丢掉 国民党全家等到 从头丢掉 从2005年联胡会开始 我投资台湾投资了快十年 这些买办 结果搞到这个2014年 整个太阳花旋律出来 然后到年底选举 大国民党整个系统大败 他们从那个时候真的开始转向 就像刚刚大家讨论的 他们开始去征询其他的这些对台的 这些过去有接触的说 我们究竟哪里做错 我们推薪致富的 要什么给什么 可是为什么台湾年轻人都不买我们的账 因为他其实那时候没有忽略 他忘记台湾年轻人根本已经不买连加这个系统 所以2014年开始就开始去进行所谓的 重新他把那个钱省下来 开始直接就像刚刚美美姐讲 他直接就是撒到最几滴餐 那我买孩子 事实上我讲真的 像最近在讨论说什么 去大陆这些什么落地招 其实在十几年前 我那研究所说就有了 我以前就是夏朝联合会 然后他们就会来大学找我们 那很便宜 就是大概一万块就可以去中国 那个时候 那时候机票还比较贵的时候 所以我们同学很多都有去大陆去参访 然后他们安排当地的年轻学生 就去以外 除了吃好的用好的以外 最重要是什么 要交流 男学生去要干嘛 要派女学生 女学生去要干嘛 派帅的男孩子 所以大家是一个 那就是旧国团的西亚种种 这个东西 当年是局限在 就是可能我们念特定的 像我们以前念政治系 东亚所这种 就是比较是属于局部的学生 可是2014年以后 这个全面就是 他打算到 只要是你是台湾的学生 或甚至是青年就业 他都是欢迎你来 钱就是大量傻 因为他觉得这个 这个有没有 小人说实在乎 如果今天有一个台湾生 或是我刚毕业 现在告诉你去中国 五千块给你去中国 含机票时速招待 包车什么的 有没有心动 我们讲公道话嘛 当然所以 这一招是 会想去啦 这时候会被影响吗 去以后你说会不会影响 我觉得不至于 台湾年轻人还没有说 讲了你也没股气 你给我五千块 一万块 我就听你的 可是去了以后 多多少少会接触到他们那边的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当然会有台办的干部出来带团嘛 然后另外有一些什么讨论会 长官会带 可是我跟他 台湾年轻人看不买那一套 可是他们当地的年轻人 对台湾年轻人是有吸引力的嘛 我说谁那领导 长得漂亮 大家交个朋友 回来以后用wechat去联络嘛 不能用LINE 因为他们那边没有LINE 大家都在那边就加wechat嘛 等来都用wechat的联络 然后将来就是接着我们去 过没多久 他们也会派人来啊 也是同样的 他们那边来 让我们这样招待 然后大家 所以这个东西 用这种渐进而缓慢的 对于某些年轻人是有影响的 那没有最什么苦 没有最苦 他们就是 一定就是带来 但是一定会安排 可能一两个小时 就是他们的长官会来嘛 大概是他们系统的长官会来 然后 欢迎会 一定是欢迎会 大概都有啦 欢迎会大概五天里面 大概会有两场欢迎会这样 这样陈敏锋这种人 他会不会要 特邀 他这个是贵宾 他这个如果去就是 到底是五星期 特邀 没有 全程跟到 没有 我现在只是举例 类似这样的人 他会想邀 应该不能去吧 因为敏锋姐的等级比较高 所以他们是一定是派 全部的包括车子都是专门 特邀 他们不会坐小巴大 为什么他的等级特别高 快要变成金正恩的感觉 因为他在台湾是有影响力的 对 所以他们是列在比较高 高层次的 那如果说 比较蓝的人 会有像他这种等级吗 会啊 蓝的是本来就已经在那边很习惯了 他们现在要扩大就是说 他们发现只挖蓝的 只捅蓝的根本捅不下去 所以他们现在是 只要是 你基本上 你认同就去 讲真的 去那边大家有个默契 默契就是你不要提到什么一中各表 不要取到什么台独啊 就是这种政治的东西他们会讲 他们都会讲说 我们民主两岸啊 什么同胞学东西 你就是听他讲就好了 你要去插嘴 其实大家基本上会 会去参加这种统战团的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这个默契在那边是都 有点只学会 购物